香港回歸25周年以及特首就職典禮倒数 周遭马路跟天桥暂时封闭 港警高调巡逻 甚至首度全港在七一当天禁飞小型无人机 在保安区穿特别服饰将会被查 都是确保他的安全 剧片中的香港在台湾港人也能感受到气氛 2019反送中抗争后香港移民潮扩大 再来定居两年多的港人提出建议 你是喜欢这个地方才要来这边定居 因为如果你可能只是纯粹随便找一个地方来住的话 你没有很喜欢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能会住的不开心 去年一共有11173名港人获得台湾居留 定居则1685人数据都创新高 但其实香港移民布兰会调查 只有7%到8%想移居台湾 远不及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 因为台湾居国安考量 紧缩港人移居规定 申请批准等待时间长 周凯欣在台湾清大毕业之后 留下来当工程师朝定居迈进 他谈到离乡背景从来就不容易 都是深思熟虑 不能只是一时逃避 TVS用客厂庄陈永文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